早上起来头晕是什么原因? 刘卫玲,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早上起来,我现在经常在门诊 见到病人跟我说 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感到头晕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首先,你主要是睡眠不足 你昨天晚上肯定是睡眠不佳 辗转反侧,这有可能 第二个,你还有可能气血不足 就是你早上起来坐起来 猛的一下坐起来 那也可能 所以尤其是我们老年人 早上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在床边坐一坐 慢慢地钉钉绳再起来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也有可能 你的颈部 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个枕头可能是不适合 还有一个,早上起来以后 你的血压是不是也高 也可能引起你的头晕 还有一个,你睡觉的房间 睡觉的房间要舒适 周围不要放一些手机 要宽敞舒适 而且你的床上用品呢 是不是是棉制品啊 也要就是对你舒适 这些东西呢 可能都是造成你早上起来 头晕的原因 所以早上起来呢 我们如果感到头晕的话 首先呢量一下血压 因为高血压病人呢 早上起来血压都是比较 因为经过了一晚上这个时间 所以血压呢 可能有时候早上起来 血压就比较高 所以高的时候呢 就赶好把加压药吃上 还有呢 早上起来 你如果睡眠不好的时候 如果感到头晕 就不要一大早呢 就是出去锻炼 这样的话也是很危险的 如果早上在出现头晕的时候呢 你还是尽量呢 到医院里来就诊一下 查查原因 让专科的医生呢 给你指导指导 到底是什么原因 引起了你的头晕 专家提示 一 首先主要是睡眠不足 二 可能是气血不足 三 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 进步与枕头不适合 四 可能早晨起床血压高 五 可能与睡觉环境的舒适度有关 再次睡眠不足 我会吐